这只猫咪刚刚被主人卖到宠物店 就开始浑身发抖 满脸敌意 还会动不动钻到卫生间角落里享受孤独 好像外边的人类都是怪物 生怕被别人发现 难不成宠物被主人弃养后 真会明白主人已经不要它了吗 现在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 饲养的宠物也是五花八门 其中养狗和猫的人最多 喜欢遛狗撸猫的人很多 为了饲养心仪的小猫 舍得花大家钱购买猫粮的人很多 但同时讨厌猫咪的人也有很多 动不动就弃养 甚至是虐待小猫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部分人眼里 猫咪就是普普通通的动物 低人一等 它们不会像人类一样有情感 猫咪之所以要粘着人类 还会表现出对人非常亲近的态度 无非就是为了向人类讨要一口食物 不让主人撵出去 变成流浪动物而已 说白了 不少人认为 猫咪并不把铲使官当成主人 猫咪从古到今都被人们认为是养不实的代表 像古人传下来的 养狗三天 狗能寄你三年 而养猫三年 猫就寄你三天 还有些什么所谓的养狗三年能寄温 养猫三年不寄情 诸如此类的俗语景句 数不胜数 那么在小猫的眼里 真的没有主人这一说吗 会不会对此有些许的悲伤和不舍呢 这个答案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却是肯定的 近日一位铲使官出售给了宠物店 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但小猫咪接下来的举动令人不解 被主人弃养过的小猫咪 为啥要比没被弃养过的猫猫 要懂事听话 难不成他们也知道 铲使官不再要他们了吗 在这只被铲使官卖掉的小猫 送到宠物店之后 铲使官就转身离开了 而之所以要卖掉这只小猫 是因为铲使官家里的母猫 刚刚生了一窝小猫咪 家里养的猫实在是太多了 天天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铲使官的家人因为猫咪问题 在家里大吵大闹 因此铲使官才从小猫咪当中 挑选了喜欢程度最低的一只 忍痛卖给了宠物店 不过小猫咪到了宠物店铺之后 就开始警惕地看着周围的环境 睁着远眼四处打亮 之后便独自跑到了卫生间 马桶后边的角落里躲避 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呼唤都不出来 宠物店老板拿出了猫咪爱吃的猫条和猫粮 放在卫生间 以此为诱饵 但这只小猫依旧不为所动 后来还是宠物店长给铲使官打了电话 希望铲使官出面 将小猫咪想办法弄出来 没想到铲使官到来后 几声轻轻的呼唤 竟然顺利将小猫叫了出来 小猫对着自己的前主人 又是撒娇 又是卖萌 还不停地喵喵叫 好像在说 要求铲使官不要将其狠心卖掉 在铲使官将其抱起 送他最后一个拥抱的时候 赫然发现小猫已经流泪 痘大的泪珠 从猫咪的眼角滑落 在铲使官要离开时 猫咪还抓着铲使官的库管不放 他可能已知晓 这是铲使官最后一次拥抱自己 被主人弃养的猫咪 真的会悲伤难过 甚至会因此缺乏安全感 整日郁郁寡欢 铲使官看到猫咪的奇怪举动后 也是勤满泪水 据铲使官介绍 自己养的这只猫咪 在家里是非常活泼 每天在家练习飞檐走壁的绝技 家里的很多东西 都是他打翻摔坏的 就算是被自己批评教育 甚至是不让他吃饭 他都没有如此的沉沦 明显已经知道 他的主人再也不要他了 后来这只小猫 被一位好心的主人买走 虽然新主人充满爱心 对小猫极为照顾 但这只小猫 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活力 每天无聊之时 就会钻到床下瑟瑟发抖 而在新主人撸猫 与自己亲近的时候 能清晰地感觉到 小猫浑身的轻微抖动 动物专家曾做过研究 大量试验结果表示 在猫咪缺乏安全感 担心即将发生的 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 身体肌肉就会颤抖 这是因为神经紧绷太过担心 害怕所致 其实宠物或者是家畜 在很多情况下 都会出现 机体不自主颤抖的问题 只是平时浮躁的 我们没有看到 或者是我们下意识里 对这样的事情 选择了自动停笔而已 所以你养的猫咪 内心真的很脆弱 并不是除了吃喝 啥都不懂的饭桶 告诉大家 如果养不起就不要养 如果选择饲养 就请别轻易气养 这不仅是对猫咪的一个交代 更是对自己良知的交代 感谢观看